今天是2月14号 你准备好了吗 朋友你好 我是石珍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真漂亮 在这琳琅买摹的花海里头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个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杜鹃花 先看看价钱 20加元 大概是6英寸的盆子 这个杜鹃花呀 我们又喜欢叫它西洋菌 或者是比利时杜鹃 这种杜鹃呢 都不是太耐寒 它实际上原生于南亚印度地区 是比利时的园艺师们 杂交师们 通过常年的杂交 杂交出很多花更大 花期更长的新品种 所以它叫比利时菌 这种呢 也有耐寒的品种 这个叫Evergreen Azealia 最耐寒的品种呢 在多伦多也可以户外过冬 当然过冬要有足够的保护 要么是有厚厚的积雪覆盖 要么是把它裹起来 否则这个长青杜鹃啊 到冬天它的叶子也会被冻完 冻死冻霉 再回来说我们这个西洋鹃吧 它这个在英文里头啊 通常叫它House Plant Azealia 也就是在室内的杜鹃 而这种杜鹃最常见 在商店销售啊 通常都是在Garden Center 花店室内销售 你很少在室外看到有卖这种花的 另外它的销售呢 也通常是在冬天 比如说现在吧 二月份嘛 好 啰嗦半天 现在开始进入今天视频的重点 如果你要收到这个礼物 或者实在经不知诱惑啊 你看这还是虫瓣的 粉嘟嘟的 经不知诱惑 你买一盆的话 怎么照顾呢 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这个杜鹃啊 喜欢凉爽 什么叫凉爽啊 就是室温在17摄氏柱左右 或者是60到65华氏度左右的室温 因为它的原生地也在高山上 它也是高山来的杜鹃啊 第二 它的土壤喜欢潮湿 千万不能出现干的情况 你看看这个 这个花都蔫了 说明它的盆土已经干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浇水啊 它的花也会很快凋谢 它的叶子更皮实一些 会慢慢的缓过来 但是我们买这个花 看的就是花啊 再强调一遍 土壤绝对不能出现任何一次干透的情况 第三要尽量避免太阳直晒 或者是减少太阳直晒的时间 这样的话可以延长它的花期 否则太阳晒太厉害 新陈代谢一上来 它就容易凋谢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一定听好了哈 这个花不能吃 其实很多花都是不能吃的 老是有人来问我哈 说这个花能吃吗 那花能吃吗 在生长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这个花啊 至少可以三到四周的花期 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小点要提醒一下 尽量不要给它喷水 或者在浇水的时候啊 水不要沾到花上 也可以延长它的花期 那么开完花以后呢 还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它喜欢潮湿土壤 不要出现土壤干燥的情况 另外呢 也夏天啊 尽量避免曝晒 最好是散光 你要完全没有阳光啊 它就不容易再开花了 那么夏天最热的时候呢 你倒是可以给它喷喷水 一叶面子上 一叶面子 一叶表面上降降温 另外呢 不太建议给它换土 因为它的土壤都是 皮特帽斯台显来的 泥碳显来的 另外呢 这种杜鹃 它不怕盆子小 盆子小啊 反而容易促使它 开更多的花 像这么大的盆子啊 它再长一两年 都没有问题 有的人问 要不要给它焦白醋啊 来增加它酸性 因为泥碳显啊 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酸性 不需要焦白醋 如果你要看那叶子 大面积的都发黄的话 那是该换土了 焦白醋 起不了太大作用 这种杜鹃啊 都非常容易牵插 牵插成功率啊 可能超过50% 但是呢 提醒一下大家啊 你看它这有牌子 Forsake 这是一个系列 也就是说很多这种花呀 它有知识产权保护 要想着点这个事儿 好了 这个盆栽的室内杜鹃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也喜欢这个大红大紫的花 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这是一个养化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